大家好,今天是8月5日,星期四 收市之後,恆生指數又跌 跌大概200點,回到26,200點左右 跌當然最主要都是科技平台 視頻股快手1024 不但沒有紅底,90元也穿埋 收到89樓附近的位置 這些股份應該四不足息 由300-400元一直跌跌 沒有任何支持位 IPO 界一一不穿埋,完全不搜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不會去撈底 去買股底都不適宜 就算現在這一刻都是這樣說 相市半年,相信很多的原始股東 還會繼續出貨 市市跌200,是否代表彈圓呢? 暫時來看,我都覺得可以繼續觀望 因為始終過去這六天,恆生指數 大概都在26,000樓上做反彈 後市再穿26,000樓上 就要小心做對沖,甚至做淡 但如果站到26,000樓上 我仍然都是看,例如27,000樓上 也就是250周線 那條最主要的牛紅分界 大家都知道國策奇多 甚麼版都可以管 記住跟回國策 利好的版塊去選龍頭股 利淡的全部都不選 現時仍然是一個大肆跌浪反彈裡頭 不需要太過進取